今天我们来做非常松软好吃的香菇菜肉包子 它不但外形像香菇 里面的馅料更是咸香可口 肉汁满满 无论是做早餐午餐 都可以满足一家人的胃口哦 先来做馅料 这是包菜 也叫高丽菜 广东人叫它椰菜 先把它切碎 加点盐 腌制半个小时 撒出水分 香菇泡软 去丁切碎 然后装起来备用 梅头肉搅成肉碎 分多次加入姜葱水 每次都要让肉碎吸进了水分 才好加入下一次的姜葱水哦 然后按个人的喜好 加入调味料 生抽 蚝油 鲍鱼汁 糖 生粉 都可以 就把所有的材料按顺时针的方向搅拌 直到肉馅有粘性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看到包菜已经出了很多水了 用双手挤出菜水 再与香菇拌匀 就放入肉馅中 再搅拌均匀 菜肉馅就做好了 放入冰箱冷藏备用 把屏幕上所有的材料搅拌成一个油软光滑的面团 就把面团取出 分割成60克一个的小面团 记得留起一小块20克的面团做香菇丁哦 先把面团揉成小圆球 再盖上湿布松弛15分钟 每次包包纸 我都会准备一些这样的糯米纸 以前包包纸特别是有料汁的包纸 收口对我来说都是一大挑战 很多新手的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扰吧 当面皮或者手指粘到一点点的肉馅 就无法把收口粘紧了 自从我想到了这个方法 包包纸就再也没有失败过了 有了这张糯米纸在肉馅的表面上搁挡着 闭着眼睛都不会沾到面皮上了 而且这个糯米纸很便宜 几块人民币就可以有500张了 烘焙新手可以参考一下哦 全部包好后就来调一个表面的颜色 10克可可粉 10克糯米粉 再加入50克清水 搅拌成没有颗粒的糊状就可以了 均匀的扫在包胚的表面上 不需要揭盖湿布咯 就这样让包胚静置发酵 现在我们来做香菇丁 取出那20克的面团 把它擀成长方形 再从上往下卷起来 再搓成长条 分割成大概每个包子一厘米的长度就够了 包子发酵了一个小时 看起来明显变大就可以了 水开上锅 中大火蒸12分钟 再焖5分钟 时间到了 开盖 哇好香哦 先把包子取出放凉 再把分割好的香菇丁放开水上蒸5分钟 焖2分钟就可以开盖了 看起来也是很松远的 现在来调一个面糊 20克中筋面粉加20克水 搅拌成面糊 把包子翻个面 底部朝上 然后把香菇丁沾一点面糊 再沾到包子的中间 就放上锅 蒸5分钟 这次不需要焖了 直接开盖 看看 粘在包子上的香菇丁还挺紧实的 我们的香菇菜肉包子就做好咯 撕开看看 包子非常酸软 肉香浓郁 这样好看又好吃的香菇包子 你也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咯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